时不时它就会跳闸,跳总闸 跳闸在河上就这三个卧室的这个插座就不好用了 以前是个漏宝,因为总跳 后来换个空开还不好 现在都不敢合了 看我能不能给修好 你说是这个闸的事吗 不是闸的事 这种插座的事 这种也不是插座的事 也不是插座的事 我们在家里是个河 那个是什么店 我碰到了 这个店我碰到头了 没事 测一下漏电 这种情况应该是漏电很严重了 看看,测零线与地线 漏电很严重 再测另一个零线 这是两路线 这一路线零线没问题 再测这一路火线与地线 看一下 啊,漏电很严重 再看一下 那测另一个火线 另一个没问题 可以确定有一路线漏电 而且漏电比较严重 这一路漏电严重 把不漏电的路线接上店长送上电 是插的问题 有一路线我没接 不敢接 我得先看看是哪个屋在这 去看看哪个插座没有电 看出来是哪个屋了是吧 不是,现在只能说插插电 看看是哪个屋没有电 插一插看哪个屋没有电 是不是都拔下来了 电器 都拔了吗 或是,应该是都没有 然后这儿有插座 这个是这个屋的插座 这个您插上 插个电看看 就是确定一下哪个没有电 阳台哪有一个 阳台哪有一个 先大概看一圈 基本上知道这线路是怎么走的了 哎呀,东西太多了 就怕我给人碰坏东西 这个现在好像就没电 现在就没电 您看您的握室吧 握室不方便 您看握室的插座有没有电 对,我得确定一下哪个屋现在没有电 这还不是一个插座 是个接线端子 这肯定是导过灵火线的 你说这是哪个短路了 不是 一看就是修路电 先导灵火线 然后拆地线 不行换漏宝 换成空开 这些办法都用了 你看看 现在炸还是合不上 在这儿是没有电的 断开这个接头 把线拆下来 修家庭电路时间长了就知道 这个线大概是怎么走的 一般都是在插座盒里边有接头 过来的线给出去的线 下面我就分别测量 哪个是从电闸过来的线 哪个是往那两个卧室走的线 可以测出来漏不漏电 看一下这路漏电 表真都摆过了 这个还可以测灵火线之间 也都是摆过了 因为灵火线漏电都很严重 那么灵火线之间也是不绝缘的 还得看一下这个 这个漏电的线路灵火线之间 一摆到头都顶过了 这样就从这里断开了 与卧室的电路 所以我要去电闸那里去测量 看看从电闸到刚才拆开这个 插座之间的电路 直接测灵火线之间 可以确定这段线路有问题 来到了主人的卧室 随便找一个插座 测一下 看看灵火之间的电阻是多少 这个插盘没拔掉 量的电阻表真摆到2这个位置 再到刚才拆开插座这个位置 测量一下不漏电的两个线 灵火之间在2这个位置 和卧室的那个一样 去另一个卧室测一下 插排是没电的 直接测插排 在2的位置 空调旁边还有一个插座 用电笔测是没有电的 测这个插座灵火线 表真一顶到头 这个插座接着是漏电的电路 好了去找上一个插座 主人准备把沙发扎到出来 沙发后边有插座 看一下位置在哪 好在这有 反正沙发挺沉的不好挪 先看阳台这个插座 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 还是后来自己改的 在这边还有一个插座 被东西盖住了 看一下这个插座 主人说从来没用过 但是我也得打开看一下 看里面的线路 是原装的还是后来改的 就两根线 那这两根线从哪引过来的 会不会是这个插座线在地下 泡皮短路了呢 这个插座是没有电的 上表来测一下灵火 表真摆到一半 难道这个插座在地下断了 搞不懂先不搞 来拆这一个插座吧 拆之前先测一下 这个插座别带电 测灵火之间 看电阻 表真顶到头 这个插座接的是漏电的电路 直接开拆 看看是不是原装电路 我就喜欢原装电路 因为插座盒里都是原来的电线接头 要是从别的地方接过来的 还不好插 这个就是刚才 拆开的那个护桃线插座 这头没接 这个线走到地下过去的 没接的原因 我估计就是 担心是这个线的问题导致的挑战 估计这个线在地下没套管 那这个线时间长了也会在地下漏电 但是现在看这个漏电跟它没有关系 掐断线以后再测量 把前面的电路给后边的电路 就断开一个零线就可以测 测灵火之间 这一路没问题 表真没摆 看看掐断那个零线灵火之间 掐断那个线是漏电的电路 那这段漏电的电路 是配电箱这一段 还是说往我刚才拆的第一个插座这一段 所以只要在这个位置一测就知道了 看看刚才漏电的电路 现在 好了 这就证明从阳台到这个插座之间的线路没问题 这一块 这一块 到这 到你所有的卧室 这的电路没问题 但是从这 到这 这有可能有问题 有可能有问题 那就搬开沙发看一下 这有个插座 这一块到阳台我刚才拆那个插座 之间的电路可能性最大 我要打开这个插座 设备漏电和家庭漏电 两个相比我感觉设备漏电好修 家庭漏电挺麻烦 希望这是一个原装插座 没改过 看一下里面 好有街头 这是原装的 不是从别的地方改过来的 直接断开火线 这个断开火线断开零线一样 测这一路灵火 摆拉 来看另一路 测灵火 没动 这一路没问题 这一路有问题 这一路很好 这道线路有问题 我想给它换线 因为这道线不长 应该能抽动 试一下 先拽这个红线 看能不能拽动 哇 好轻松啊 轻轻一拉就拉出来了 哎呀不用说这个线在线管里断了 要不然不会这么轻松 不信你看看 马上就出来了 线都烧成啥样了 它能不漏电吗 火线这个样 零线和地线我估计也好不了 这火线断的位置 在阳台地下的一块 很短 我准备给它换护套线 因为线管里潮湿 线管里有水 跟那个下水口有关系吗 如果防水不好有可能 我是用里面那个零线 拉这个护套线 把它带过去 不知道好不好穿 本来没打算换这个地线 但是出乎我预料的是 这个地线轻松一拉也能拉出来 你看 湿漉漉的 我估计也是跟刚才火线一样断了 也烧黑了 这个零线千万不要再断了 不过还行 零线没断 能拽出来 能把那个线给拉过来 零线也完了 也破皮击穿了 除了没带地线 我用这个蓝线给它作为地线 随着护套线过去 这样就把这个蓝线作为地线 护套线作为灵活线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恢复完所有电路 核杂送电 测量插桌点压都很正常 这样我的维修也就完成了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